NEO聊四季 天天都高興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條鎮人的對決 那這場地圖是超級隨機地圖 好 那我們稍微來聊一下 今天是聖誕節 那在聖誕節這一天呢 我昨天 應該是今天早上 我把這個孤獨搖滾給看完了 看完之後真是有感而發 所以我決定要來開一個課程 就是要來教大家如何教日本女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TDC裡面的私訊 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稍微教你一些方法 當然是收費的 因為如果這個不收費的話 可能其他人用這招就不太好用了 好 那我們來回到比賽 這場地圖是土耳其跟條盾 紅色這邊土耳其 是特色文明 火槍特色文明 大洛瑪升級是最快的 每一個時代的升級 洛瑪可以升級的時候 他都直接送給 就像裝甲步兵直接升級的 保加利亞一樣 那土耳其人他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他沒有垃圾兵可以打 所以他的黃金是非常需要的 這張圖看起來黃金量還蠻多的 中間有點像這個韜金槽 所以搶中間也算是蠻重要的一張圖的感覺 尤其是超級隨機 旁邊看起來是有點像競技場 左兩邊騷擾木區就比較明確一點 比較好找到位置 那土耳其人還有這個肉馬 這個遠防非常的高 所以土耳其人應該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打這個火槍拼 背上這個大肉馬 不然就是打這個馬功配肉馬 這兩種組合是比較常見的 但他的火炮也是蠻有優勢的 所以總而言 總而言 總而言之 土耳其人是比較偏向火槍路線的 好我們來看條盾 條盾的話是騎士跟步兵文明 那這個騎士是禁防很高 到了帝王時代會多加二禁防 但是還是有點不敵貴獨鐵騎精銳版本 所以條盾到後期可能只打遊俠的話 還是會有點吃流 但我還是蠻建議打這個遊俠的 因為他本身遊俠是他的主力之一 那可以轉這個步兵 或者是打這個火槍兵也可以 條盾人也是有火槍的 那他這個城堡射程可以特別遠 全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城堡 應該就是條盾人 那條盾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農田很便宜的一個效果 所以條盾人如果要大量撒田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條盾人我覺得總而言之打起來 並不會說太弱勢 而且他的這個遊俠跟騎士 有這個抗招響能力 所以條盾人來說並不弱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這張地圖的一個發展吧 我們先加速一下 那由於是超級 這個什麼 超級隨機的關係 所以這個墓區有點遠 所以這個配木時機 可能要配的早一點 那土耳其這邊是 反而配的比較慢一點 但是很有效率的 去挖了家裡附近的TC附近的這個墓區 這個墓寨前期是很重要的 然後這邊一直在趕路 沒有去看對方家裡 可能他們也意識到這張圖 路這麼近 不趕路好像對不起自己啊 羊可能就暫時不死也沒差 重點是這個路要吃好吃嘛 好 那這邊繼續再射 射肉射肉 OK 五隻村民了 好 再射一下 好 這邊直接開出 伐木場 好 那這邊果子是四個人吃果 看來每一個 每個地圖的果子 都是四個人吃 都沒有比較特別的一個打法 好 兩邊都上了封建時代 那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土耳其這邊都是20匹 19匹上封 第一時間蓋下這個軍工廠 然後再下了這個馬舊 兩邊應該都是馬舊開喔 沒意外的話 因為他們這個匹數上 通常都是要打落馬 好 長江兵出來戳一下 哇 直接戳到剩五滴 有點賺了 好 那一擊田點下 一擊田點下我覺得相當關鍵喔 畢竟條頓的田很便宜喔 早點撒田 一擊田點下去喔 這個經濟跟對方差距會越來越大 OK 那這邊肉馬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好 看一下這邊 這邊交戰 喔 這邊肉馬直接砍死一隻 長江兵一樣互衝 差點戳到對面的肉馬 這一刀有點關鍵喔 好 那這邊條盾拿到一個先手的優勢喔 土耳其這邊肉馬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了 好 雖然不夠多 長江兵可能要按個幾隻喔 不然會出事喔 雖然這個長江兵再往前推進 哇 直接收掉 OK 這邊直接再過來打個一波 直接收掉了一隻長江兵 但村民沒有被騷擾到 哇 直接鑽到左邊這個洞裡 喔 這邊直接往內護打 唉唷 直接吃TC的箭矢 還吃了兩發 好痛 OK 那四隻赤猴 怎麼能 再打到點東西呢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喔 因為這個金礦喔 都在這個TC內 要殺到其實不太容易 而且果子也蠻近的 這邊只要長江兵守的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條盾這一波進攻 肉馬應該會先停一下 稍微要停一下這個肉馬 然後看要不要下這個射箭場 唉 結果土耳其先下一個射箭場 那條盾呢 條盾還沒有下 OK 射箭場 下完之後 會怎麼打呢 哇 十個村民 十村 挖木 挖木 跟我一樣啦 其實他的木頭配 跟我配的差不多 那條盾這邊木頭是偏少 只有七木 應該是正常來說 是不到八木 唉唷 八木 他有一村在這個為木牆 所以剛剛就是顯示七木而已 好 那這邊非常多的肉馬 直接 要來打進去了嗎 兩邊都想要打對方木區 原來真的喔 TC附近真的沒什麼東西好打的 剩下只能打這個木區喔 所以如果是我是條盾的情況下 我就不會再繼續點這個肉馬 他這個肉馬 他點的似乎有點多喔 喔來 點到了八隻九隻了 我要直接來蓋塔 難怪要按那麼多隻 如果像他這樣打的話 確實喔 肉馬要一直按喔 你一定要確保你前線打贏 才能 把這個塔蓋起來 好 但是遇到場上這邊 過來怎麼辦 這時候有人會問喔 可以用這個村民去打架啊 但是村民一打架的話 這邊蓋就會蓋輸喔 因為你拉村民去打這個長槍兵 結果對方的村民拉這麼多來蓋 你這個 劍塔絕對會失敗喔 像這樣子喔 你一定要拉走 這邊拉村民有點多喔 拉了五村 好 這邊直接再逼一個塔 好 帶這個塔蓋好囉 蓋好的話 這邊如果沒挖石頭 這裡沒辦法騎塔 但是這邊長槍兵有一個 稍微的上坡優勢 這邊突得起喔 長槍兵不能斷喔 這個一定要打一波了 這個不打一波會很慘 但數量上很明顯 土耳其這邊有點不太夠 這邊禁塔快要好了 這邊直接第一掉牧牆 土耳其的村民開始來打這個料望塔 這邊第一時間把這個長槍兵給收掉 長槍兵好一隻還沒收 哇 這邊先打村民 兩隻長槍兵還活著 好 還有一隻 村民直接過來全套開扁 料望塔開始輸出 但是肉馬沒有第一時間把這個長槍兵收掉 所以肉馬死的速度非常快 好 更多村民直接把這個 劍塔給拔了 好 這邊再嘗試想要把這個劍塔修回來 我覺得有點修不太回來的感覺 好 劍塔還在鼠力輸出 這裡有可能會燒到一村嗎 這個直接收村回家 還是要打架 這個應該修不回來了吧 看起來是修不回來 好 先扁殘血的村民 把拳套有點難扁死 這留一隻殘血了 四滴 兩滴 一滴 喔唷唷 扁死一村 那這邊 條盾 拿到兩村的優勢 自己一村都沒死 那後面過來的工兵跟 弱馬要特別小心喔 這邊弱馬可能過來 開始邊走邊砍喔 沒有先看殘血的嗎 來 長長兵過來守一下 看工兵在這裡 好 弱馬爭取時間 長長兵過來稍微打一下 這邊決定沒有要直接撤回家 中間蓋一個射箭場 OK 誒誒誒 哇 先打殘血的 水喔 這一村 誒 不對阿 怎麼砍一砍不砍了 這最近不知道什麼 這個攻擊路徑有點怪怪的 最近我自己在打的時候也是喔 去點殘血的 結果還是去打其他單位 這不知道是 遊戲上的設計BUG還怎樣 有點這個小小的問題在 這個弱馬爭被拳頭打死了 哎呀 但是這邊 條盾也死了一村喔 哇 這邊長長兵按得太多了吧 六 六隻長槍 好 兩隻 攻兵 那條盾這邊呢 會應該是 狂按這個 毛兵了 那家裡可能要再補一個 兵攻場或射箭場 防守可能才會來得及 不然這邊 黃金多挖一點喔 蓋這個四級喔 來上城堡時代 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家裡有在挖石頭 是這個情況下還能守得住喔 這個劍塔插一下 墓區也是穩穩守住 那這邊可能要再插一個 這邊再插一個劍塔 這邊也可以考慮插一個 守一下農田 剛剛插了劍塔 好像點太多就是了 但是可以守得穩穩蕩蕩 喔 但是土耳其 這邊早就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條盾這邊 還點下來一級射 有看起來這一波條盾 有鑽到點東西耶 哇 土耳其剛剛是有斷村是不是 四十村 好像斷個一兩村喔 因為我覺得應該不會差距差到八村左右耶 快十村了耶 雖然是因為聖人時代的關係 不能產村民喔 但應該是有斷村喔 所以才會差距到這麼大 畢竟兩邊都十兩村的狀況下 點個城堡時代差距到快十村 這看起來真的是怪怪的 OK 王兵去射 好 四級 好 土耳其這邊一上城堡時代 這個肉馬 青騎兵就會直接變身了 所以這邊可能可以考慮喔 打這個青騎兵 然後加寶兵 但是土耳其卻沒有挖這個石頭 有點尷尬 而且肉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多 肉又到了八百多了 好 那條盾這邊也上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也真的立一個塔 那這樣防守就萬無意思了 三座塔防守 兩邊都在修一下操作 好 二級木跟奴兵的升級 點下了 第一時間在木區開下第一個TC 那第二個TC我覺得可以開始往外開了 像開這種位置 或是在這邊再開一個TC 盡量把這個村民分散投資 分散去做一個生產動作 不要把全部的村民都擠在同一邊 可能會出事情 因為畢竟TC裡面只能裝載15個人 還是20個人而已 25個人 不好意思 講三次才講對 這個是因為條盾能裝載比較多吧 都要15個人 原來條盾的這個裝載量是兩倍了 印象中 兩倍還是三倍這樣子 他的裝載量是非常誇張 應該是兩倍吧 雙龍塔可以10個人 應該是兩倍 好 好 那條盾這邊點下這個 馬舟 看來是要打騎士 那托爾奇這邊可以打駱駝 打駱駝沒什麼問題 由於條盾這邊騎兵有多異防的關係 所以駱駝打起來的話沒那麼強 雖然還是有康德屬性在 但跟一般的感覺還是差蠻多的 因為這個駱駝基本傷害並不高 所以每增加一點進防 所以這個效果抵抗還是蠻有用的 應該只有6攻而已喔 那如果條盾這邊點完防禦 有2防 然後再加上基上 啊基防 總於是5防嘛 那他5防的話駱駝只打1滴喔 那只有只能靠這個額外傷害去輸出而已 除非要點這個攻擊力 所以條盾來說打駱駝並不會非常弱勢喔 有可能可以打到55開 說55開有點太超過了 可能4-6開吧 稍微弱勢一點 好那條盾這邊第一時間點一下鎧鎧 2防先點完 這邊就變5防囉 進防5 駱駝先點一下瓶種 那條盾這邊瓶種也好了 顯然120滴血 那這邊土耳其如果要打招翔戰術的話 其實也不太好打 因為條盾有這個抗招翔能力 但條盾的缺點喔 就是沒有這個耕種技術喔 所以跑速是偏慢的 所以要特別小心 背秀一些操作 什麼長槍兵包夾戰術之類的 條盾比較需要害怕這種東西喔 好那這邊兩邊TC都開蓋 左右兩邊 那待會這邊應該好會再開個TC 這邊先開一個 那這邊應該也要待會再開個TC 在這邊會比較好 開這個位置或這裡都可以 台在那邊撒田 騎士走得過來 第一波交戰 騎士秀一波操作嗎 大家幾隻 騎士去後面砍弓兵 沒錯 有沒有看到 哇駱駝打騎士傷害很低阿 超級癢阿 很容易就打贏正面了 所以駱駝其實並不是最好 克制條盾的一個方法 最好的方法應該是出馬弓 然後配肉馬 或是長槍兵 然後在前面擋 安安圖其實沒有垃圾兵的關係 所以長槍兵 送安個幾隻喔 擋一下就好了 可能還是要靠肉馬去擋 這邊騎士打得還不錯 這一波駱駝也是被打回去 沒有防禦 血掉的很快 就算有防禦也是喔 血量還是會這樣很快 因為基本上騎士的攻擊有點高 10攻 然後還可以再提升一點 好那只有兔爾奇這邊點一下馬鎧喔 這個駱駝才有機會可以跟對方硬拚喔 不然就是要爆出這個大量馬弓 那兔爾奇人的馬弓是全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馬弓 我記得可以到100多滴血 100滴血 一隻馬弓一百血很厚 很厚 好這波草叢開始有點鬆 兵沒有跟上 沒有跑速喔 這個補兵就是有點困難 好三個房子慢慢補了 這裡有點卡人口 我想說奇怪他怎麼卡這麼久 這邊不得比較慢一點 一個人在補而已 這邊有兩個房子沒有蓋好 可能是用挖農田村民去蓋的喔 果然 結果剛剛操作食物喔 這些細節喔 都是自己在打的時候都會特別有七七煙 然後就知道 喔他這個一定是食物喔 因為自己我玩的時候也會發生這種狀況 蓋房子這個小失物喔 很常見的 好這邊操委有點危險喔 好我射掉一村 兩村有可能 有點歪 好不太可能射到了 那這個木頭要小心一點 他會慢慢減少木頭 木頭如果被挖掉的話 這裡是一個蠻危險的 噓噓噓 動 好 條頓這邊 四隻騎士走了過來 來 能打到後面嗎 這邊感覺可以喔 這邊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他這邊是想要抓這邊 金礦區域的村民喔 但這邊卻沒有村民 那駱駝這邊非常大量 防禦還沒有點 喔一幾點有點下了 趕快升二防 升到二防的話 這個駱駝才比較有防禦力喔 然後土耳其人這邊 這邊 直接收村斷金 好 換駱駝驗了過來 有異防狀況下 其實就沒那麼強了 好 那這面 有生旅喔 好生旅直接來招騎士 但這邊騎士 騎士有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這一波就算失誤喔 還能跑得掉喔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很難招 這個要嗡超久的 好 那條盾在前線蓋下城堡 好 穩定做了三塊礦區喔 這個礦區三個都拿下來了 那前面這個礦要特別小心喔 可能會被馬攻射 但還是會以後面兩礦為主 好 這邊騎士要打了嗎 感覺沒有 開始著想 下面騎士也回歸隊伍 落土也回到了正面 條盾開始給對方壓力 投資車也慢慢補了下來 帝王時代沒有馬上第一時間上 而是選擇開TC繼續農 然後出了這個頭車 那土耳其這邊點下了彈道學之後 再馬上點下了一級攻喔 增加這個 駱駝騎兵的傷害 要到後期喔 如果不出駱駝 還可以再繼續打這個大陸馬 所以這個馬鎧喔 跟這個一級攻 還是有點的必要 好 土耳其這邊 直接大撒田 傻爆 外這個騎士的量多 27隻鬼天滅地 好 看到正在蓋TC 要不要上 是我就會想上了 而且他駱駝也不在 喔馬鎧不在 不是駱駝 OK 馬鎧到後面騷擾 這邊直接打一波應該沒問題 這邊可以騷擾幾村 但是這邊還是被招走了幾隻騎士 兩隻騎士被招走 駱駝直接上來硬打 駱駝這邊扛線扛的還不錯 但是這邊騎士實在太多了 這邊利用招牆的騎士 直接招了之後 去打這個頭子車 頭子車被打掉 跑掉之後 後面的森鯉又回來補了 把這個剛被招走 提示又再打了一波 正面看起來沒問題 直接碾壓了過去 這個TC看來也是蓋不起來 二級馬鎧現在才好 如果說都死光了 這個二級房 甚至是下載比較慢了 好 看到正面不妙 趕快回來用馬弓想要去秀一下對手 好 阻力不多回來 這時候可能已經有點為時已晚了 好 那條路這邊抓到一個 非常絕妙的一個時間點 殺了非常多村民 這裡村民又在死了非常多 村民損失已經超過30村以上 這邊還在繼續砍 這就是我說的喔 你把所有的村民放在同的TC附近 就會變這樣子 你不夠3 你只能場15個人 剩下進不去的村民 就只能到處被騎士砍啊 哎呀 哎呀 硬生倒地來 死傷來到40級村 草墩這一波衝得非常漂亮 好 那這一波看起來突然要沒了 73村 本來是有領先的 好 村民術直接爆炸 那這時候有人就會說 哎 為什麼條盾這邊 不是 草墩這邊 全部專心爆駱駝就好了 為什麼要打馬弓 因為馬弓 騷擾來說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可金 可 可攻可守 但駱駝的話還是偏防守 你要去騷擾到對手的TC 可是有點困難 所以這個取捨的時候 嘖 是比較有點 需要斟酌的 出駱駝的話 就沒辦法進攻 出馬弓的話 防守上也可以 但是就會被鎖在家裡喔 進攻的可能性就少一點 除非家裡出很多駱駝 但如果馬弓出太少 那個騷擾效果又更差 所以這個比例的拿捏 我覺得是蠻困難的 然後駱駝直接送了一波 駱駝非常怕一怕 箭矢可能被招走 再一下就招走了 差一點這個聖旅 OK還在往前 馬弓直接過去 可以收掉 毒砲跟這個馬弓 沒問題 等一下 這個串的有點多 然後正面蓋起來城堡 村民術已經拉開了 86村打113 條盾這邊補下了3級 手推車不點 直接Delete掉 先上帝王時代 有細節喔 這邊本來手推車快要好 但他決定喔 還是先上帝王時代 看到這邊蓋城堡 先上帝王的話 就可以在前線城堡 蓋這個軍情投司機 防守 好那這邊打兩馬弓直接往上走 然後有些騎士喔 在這個城堡裡面 好這邊有點危險 好這邊有點危險 喔這邊可能跑不掉了 第一強出去也是有危險 哇直接全部死去 哇這個就是我剛剛說那個洞 很危險的 好這邊還想要把對方的兵 躲關在家裡 但是沒有機會 那為什麼條盾的騎士 會在城堡裡喔 是因為條盾喔 有這個免費的草藥治療 所以只要殘血騎士喔 進到城堡裡就可以快速回血 好那這邊又來打一波駱駝 駱駝也是直接被砍爆 哇 這就是條盾人厲害的地方喔 但是如果條盾跟驅逐羅倫 或是跟印度斯坦的駱駝這樣打 可能還是會出事 但跟其他文明的一般路頭雜 還是有機會拿到優勢的 OK那這邊直接立兩個城堡 土耳其人離地用時代號一段距離 馬公要努力的去做騷擾了 這邊村民真的太多了 太危險了 我是覺得村民這麼多的情況下 至少這邊蓋個城堡 或是蓋個多一點TC喔 你要能收村喔 才能保住自己的村民 OK 這一波追了過來 返回射一下 金融時代1號 點下了三級馬凱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條盾這邊優勢慢慢想要擴大 巨型頭司機也準備好了 馬公繼續跑 這個馬公是沒跑的點跑速度在我就知道 現在才點 我想說為什麼條盾有點追得到的感覺 果然是這樣子啊 那這邊條盾完全不用空這一波騎士 一直讓他追 就可以打掉少量的這個馬公 這個跑速一好之後 應該就有點難打到 這邊不禁下城堡的一個射程嗎 現在才往上走 又要被砍個一波 哇又死了一隻馬公 好那這邊慢慢轉出了自己的火槍兵 哇這邊有洞欸 哇這個洞流進去直接被砍個一波 這邊靠了城堡跟TC的傷害 還有火槍兵的一個輸出 打掉了一些騎士 但是這邊 除了血也繞了幾隻駱駝 跟馬公過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駱駝打村民效果真的很差喔 雖然還是有傷害 但是 比馬公喔 還是 稍微遜色了一點 好這邊馬公 再繼續出 持續的想要擋 但是這個騎士越來越多 就越來越難擋了 好電動時代一好 這個防禦率直接2加5 進防7 有夠硬 好第一個城堡 直接被三巨頭砸掉 第四台巨頭也出來 哇 桃燈這邊出騎士出了一點多 在哪裡蓋城堡這個馬公能守得住嗎 感覺可以 後面還有駱駝 OK 但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覺得好像哪裡有點怪怪的 蓋的偏後面喔 有可能是想要用這個城堡出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因為他前線城堡應該是會被驚爆 應該是修不太回來了 但他要有一個安全城堡出兵的話 就會蓋在後方 這邊點下增兵技術 駱駝 重型駱駝也點了 好那這一波火槍兵打得不錯 殺了非常多的騎士 而且駱駝都有在追 中東駱駝也快好了 中裝駱駝衣好之後 對對方的一個騎士喔 效果就會好一點 這個外傷人比較多 哇 結果這邊這個境況還是挖不到了 那我們開頭就說 土耳其是非常需要黃金的一個文明 那現在黃金要被斷的話 可能會出事喔 只能轉肉馬 那條增在下面 還有轉出了幾個工程器製造所 自己的手推車也點下 一級攻也點 好 黃金 條增還是非常充足的 好 轉出火炮 但是現在土耳其人沒有錢的關係喔 轉一兩台火炮可能就是極限了 而且連這個科技可能也點不了 土耳其人這個金罐炮兵科技喔 可以增加火炮射程兩點 好這邊砸 砸掉一台巨型托斯基 巨型托斯基直接開砸單位 但是單位有點砸不太到 好這邊直接 騎士要來砍火炮 火炮可能要中了 火槍兵努力輸出 但是應該還是能砍得死一台 媽 唉唷 沒砍死 很可惜 好 土耳其的一個現代化 部隊如果出來的話 條增可能會越來越難打喔 好這邊補下遊俠的升級 但是火槍兵沒有空 開始再送了 送了幾隻火槍兵有點虧 這邊稍微殺了過去 但殺的已經太深了 駱駝直接十箭死 好前線再補下了這個 馬舅 金礦可能還是要趕快再挖 但是現在挖的話 有點神明再挖的感覺 哇橋增這邊出面按到150吋 按的有夠多 好這邊還有這個防禦箭塔 木頭開始挖得出來 遊俠還有一段時間 1分50秒 好那這邊土耳其人 這邊大羅馬直接出來出場打 不用升級 直接出來 最快速的 那他遠防還有多一點 遠防有5 那橋增這邊還升級了大級兵的升級 遊俠加級兵 超裝甲部隊 沒有收穿喔 少被殺了一點 遊俠這邊一毫可能 可以淹過去喔 但是騎士數量還不夠多 這邊還要再看一下 哇在前線直接補均勻 直接出戳戳 超加優俠的一combo 那這2級攻3級攻 要趕快補下來比較好 不然這個攻擊力有點太低了 只有1攻而已 好這裡4隻馬弓直接開始射射 好遊俠直接被砍爆 好遊俠直接被砍爆 但是遊俠一出來 印度土耳其要怎麼擋呢 黃金只剩這一戳了 只靠羅馬有點困難 好上去駱駝的傷害還是蠻高的 欸這邊感覺有點打回來的感覺 看這個駱駝在送 城堡在射 好火炮開始來拆城堡 但正面可能要拚不住了 這土耳其沒有長槍變升級 火槍要來擋這個 游小點困難直接開扁 哇這兩台火炮掉了還能打嗎 哇 哇 拖爾其打錯了GG 看到遊俠完成不住了 180滴血 近反5 2加5 羅馬打一下多少 7 欸你8攻 打一下遊俠1滴 抓癢 拖爾其受不了打錯了GG 這張超級隨機算是蠻特別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方面 這邊2級木跟3級 呃不是3級喔 這個手錐車 手錐車點的比較晚 但至少有點 除了其這邊是完全沒有點 除了其這邊經濟真的是有點慘 然後2級伐木 條盾這邊是後來才點 有點小虧 但沒有關係喔 它本身農天便宜 所以木材需求量其實沒到那麼誇張 這個減免費用實在太賺 那條盾喔 還是比較需要在前期喔 出一些大量騎士 做一個防守跟進攻的動作 那這邊條盾打得非常不錯 這個進攻時機喔 有抓到這個馬攻出去的時間點喔 所以造成 突爾西人這邊 直接被重創掉了 而且它也沒有分散風險喔 把TC放左右兩邊 而是把那些村民的 直接拉到左邊去伐木喔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去拉到右邊再開個TC 這樣3TC 4TC喔 會比較安全一點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